美国疾病控制跟防御中心已经把台湾地区的疫情风险 级别从第二级的中度风险调升为第三级的最高风险等级 曾经是防疫自由生的台湾自从实施新台湾模式的防疫政策以来 与病毒共存之后已经连续的6天单日确诊破6万宗 今天再创单日新高新增了85301宗确诊病例 被当地媒体形容成是一步一步走向医疗崩溃的危机当中 不过根据台湾当局早前的预测 目前其实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 因为台湾接下来的疫情高峰期 很大可能会是单日新增10万宗病例 而对于过去几天台湾连续以6万宗病例在增加 当地一些人就质疑是不是因为检测量不足所导致的呢 对此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就出来解释 他说台湾的核酸检测最大量是能够达到22万次 但是现在每天只是检验8万到10万次 还没有达到饱和程度 需要再观察几天才会比较清楚 台湾的疫情延烧 美国疾病级控制中心CDC最新发布的旅游警示名单当中 把台湾南非等四个地区或国家列入最高第三等级的高风险区域当中 针对美国的这项行动呢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只是淡淡的回应说 岛内近来确实确诊人数增加了 从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原本还是防疫自由生 但从今年5月3号被美国调升至第二级中度风险 不到半个月升级至最高风险 台湾在短短两周内连升两级 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近期被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列入第三等级最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 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 今天在记者会被问到时 只是回应台湾目前确诊人数多 自然就会被列入最高风险等级 这是一个本来的一个分级 台湾确实现在进来的确诊人数是多 那当然这个等级会变高 美国目前把台湾列入了最危险的旅游区域当中 而美国本身的新冠疫情其实也有升温的迹象 随着Omicron亚变种病毒出现 当地的疫情有了这个反弹 确诊人数再度攀升 美国最新增加了10万宗确诊病例 是2月以来的新高 而因为新冠肺炎 而死亡的人数也突破了100万人 由于检测数字不再对外公布甚至上报 当地有专家指出 美国实际的感染状况可能是官方人数的5到10倍 美国的前景无法预测